谢天谢地,我终于把600万盒的五蓝黄饼300万给它卖上去了 啥也不说了,先去买个新甲 最便宜的四星甲,售价18万金条 为什么不等等买个五星甲呢 首先我是副本玩家,性价比是第一考虑因素 五星甲虽然快出来了,但至少30万左右 而这个四星甲只不过是少了一点点护甲值 却可以省10万多金条 这岂不是非常的划算 护甲钻于2000就可以了,周本完全够用了 队伍配置,三个独带一个驾驭工 送娃娃盾的中人就交给驾驭工了 不死人手一个娃娃,难度直接降低一把 我号的话是中等配置 护甲配件6届三蓝,17配13 加个零时,护甲刚好是151 帽子和护盾都是进化装备 如果换成当前半本装备,还在高点 但是进化装备,精修起来划算呀 好的,直接来打第一个不死,夏洛特 普通攻击,伤害239点 第一个技能,连环突刺,单段伤害358点 第二个技能,剑气范围伤害 一段高达637点 每段附加一层剑气状态 也就勉强能破个盾而已吧 Boss释放大招,往地上扎 可以触发全部剑气伤害 151故甲,一层剑气的伤害是516点 这里我突然想起了隔壁的炉灼 一个剑气能贴五层的男人 五层剑气的伤害,我想都不敢想 好的,来打第二个Boss 这个Boss的伤害都可以躲避 真的是把属性全加在攻击上面了 攻速一点也没给 甚至打完这个Boss 护盾血条还是满的 来看看151护甲 承受伤害的表现吧 第二个Boss 普攻伤害437点 举高个技能 伤害高达1311点 第三个Boss 时间不太够 用两句话来省力一下 首先扮演武者的人要注意 武者第一次触发安慰的地方在后面 第二 当女Boss开始舞动时 尽量在舞台中间将她给打断 不然全体队员都会受到巨额伤害 那么接下来是最后大飞蛾Boss 这里配置一下双枪 毫不夸张的说 打剧院简简单单 你上你也可以 灵粉伤害一次420 普通攻击一次也是420 就连带人一起飞也是死吧 打这个Boss真的没什么难度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技能 Boss飞上天 召唤小飞蛾 这个时候一定要离远点 如果你还待在原地不动 请你看一眼 我对额状态你就明白了 听说步枪打小飞蛾会轻松一点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 打不过躲还不行吗 更何况是新甲 没那个必要了 除了这个技能之外 其他的时候都离Boss近一些 虽然大剧院吃了很久了 但肯定有不少小伙伴 想打大剧院又不敢打的 那你可以去买个新甲 再去尝试 有新甲失误几次也无关紧要 办写之后 小飞蛾会爬地上 你需要注意一下 看哪是光柱还是彩虹圈 如果是光柱 贴脸躲着光柱打 这里我故意碰光柱 连碰底下都没事 老甲你敢这样玩 血条直接就变红了 如果不是光柱 就是红圈 你就必须做出反应了 必须保证每个红圈里 有一个人才行 红圈数量也不是固定的 有时候是一个 有时候是两个 有时候是三个 红圈出来的时候 留一加四周 特别是深厚的盲区 好了大剧院就这样了 护甲高了之后 还是很简单的 那么大剧院 你打通关了吗